好我們來看一下平行線解比例線段 逆性值的一個題目 他說如圖線段AD 會等於線段EC 會等於4.2 那叫做這兩段的長度都是4.2 然後線段B柱是2.8 然後若角B等於80度 這裡線段AE是6.3 所以這邊是6.3 那如果角B是80度的話 要求這個角AD是幾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題目已經把這4個線段的長度已經告訴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去把它的比例給算出來 比方講我們先算線段AD 比上線段DB 線段AD是4.2 DB是2.8 所以他就是4.2比上2.8 全部乘以10以後變42比上28 可以約分啊 我們先用2約 所以約掉以後就是21比上14 這用7約呢 7321 724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他是3比2 接著我們把右手邊啊 這個AE比上EC也算一下 這個AE啊 這個AE啊 比上EC 會等於6.3 比上4.2 全部乘以10啊 所以就是63比上42 用7約 7963 7642 再用3約 339326 所以他也是3比2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個比 都是3比2 那既然他們都是3比2 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AD 比上DB 會等於 AE 比上EC 從圖面上來看啊 也就是AD比上DB 會等於AE 比上EC 左上比左下 會等於 右上比右下 那麼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 根據平行線 解比率線段的 逆性值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DE 他會平行BC 那既然DE平行BC的話 那角B跟這個角ADE啊 他就是同位角 所以角ADE 就會等於角B 那題目已經告訴我們 角B是80度啊 所以他就會等於80度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兩個是平行嘛 所以這個角叫做同位角 那平行線的情況之下 同位角會相等 那麼因此啊 我們就知道 角ADE 會等於 80度 那這一題 就做完了 記錦